龙珠超,超蓝的悟空已经是神境,为什么总是和对手五五开? 孙悟空在经历了与破坏神比鲁斯之战后,便和贝吉塔一起去维斯那里进行了非常严格的修炼,掌握了超越超级赛亚人之神的变身,以超级赛亚人之神为常态再度变身成超级赛亚人的形态 其实力超过超级赛亚人之神 首先,自从打狐狸杀变超级赛亚人,打杀鲁变超级赛亚人2,大魔人不欧变超级赛亚人3 打击联的变蓝形态,以及GP版本的超级赛亚人4,虽然不是鸟书写的,战力我们也可以发现是节节升高的 我们今天主要讨论超级赛亚人蓝 剧中解释为拥有超级赛亚人之神力量的赛亚人变身的超级赛亚人 初次成功变身超赛神后,孙悟空,被吉他体内便拥有了神的力量 若在常态将这股能量释放到全身上下则会升华为超赛神 若以超赛神的形态变身超级赛亚人,什么境界则会和超级赛亚人的力量之间产生相互效应而变身为蓝发的超级赛亚人 经过艰苦的修炼之后,孙悟空和北吉他可以在常态,普通超赛,超赛神,超蓝之间灵活变换形态 实力定位,全方面凌驾于超级赛亚人之神,但是气的消耗也远大于超赛神 这时候网友说了,都称什么了还和别人打五五开 兄弟,说句实在话,如果各个战力手顶都是母的渣渣 我们看七龙珠还有啥意思 只能说,我们看着悟空成长,遇见的敌人也越加强大 彼此实力差不多,我们才会看得有意思,但是这样容易战力崩坏 比如说,亚木查和比克完全没群在赶,破坏神,吉连,全能一个比一个厉害 超一,超二,超三,超神,超蓝,超红福利萨三个月苦修,比悟空多年苦修生死大战还管用 新剧场版,布罗利就在一个星球修炼过几天,调打悟空,被吉他超蓝联手等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 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 再见